人民的財產與生命的免疫恐懼 但是現在政府到處去搶賊人民的土地 我現在感覺我們好像是生長在水深火落中 因為我們現在有的人找不到工作 要是找到工作的話工資也是很低 而且工時又長 老闆又兇 回去的時候又變到我們的房子要被拆掉 真的 大家都是很痛苦 現在呢 現在我們國家的政府 都把我們的土地上了財團去了 變成貧富不均 你看我們現在GDP呢 公民的消費一直沒辦法前漲 都一直在下降 因為呢 有錢也有錢 窮的人還是很窮 你看我們呢 有的人呢 贏了47萬 但是他存了48萬 但是他都是不消費 而且因為我們這個那個年輕的人 兩萬多的人也在消費 那是不可能的 因為他關這個吃的 還有要住的話 就被他用掉了 終極的中華老平抗費 這是我們國家 所以說 我們呢 一定要堅強 跟他 抗到底 你看這個 這個溫市長 這個 這個市長 以前你看他很溫和 你看他現在呢 我們喔 還是大家要加油 跟他好 幹到底 這個國家 要我們大家 一起來救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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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位是 大海二期的 王中林